在苗里有一家肉丸老店 半世纪以来都是像这样子 用手工来制作肉丸 这个肉丸皮只用单纯的太白粉 番薯粉揉制 丰富的馅料多到几乎要爆出来了 老板当初是因为顾客 大多都是学生 所以有刻意把这个肉丸做大一点 然后这个料也包多一点 让学生们光是一颗就能够吃到饱 也就是这一份对食物的良心 还有对客人的真心 让老店五十年来都屹立不摇 蓝色木框的老灶前 蒸波慢着白色雾气 此情此景仿佛误闯了阿嬷的年代 但是这不是拍电影 而是苗栗五十年肉圆店的复古厨房 说复古 其实老店的一景一物 半世纪以来几乎不曾改变 就连做霸丸也是按照古法 像这个面团都要手工这样的 手工做的比较不容易散开 太白粉和番薯粉混合制成的肉圆皮使劲搓揉 接着大伙围成一圈 坐在小板凳上一颗一颗慢慢的包 小时候你们就是这样坐在这里帮忙包 对 就在这个地方 五十年前了 对 我没有好好包和骂人 不会 我爸爸 他很少发过脾气 没有发过脾气 几乎很少看到 他跟我妈感情很好 其实现在包包完的时候都会想到爸爸 现在都会想爸爸 他都会想到 对啊 个性害羞腼腆的汤立伦是老店的第二代 他说小时候一家人就是坐在这儿围在一起工作 满满的馅料 香菇猪肉竹笋豆腐干 把包完称得白白胖胖的 因为爸爸说店里许多客人都是学生 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一点 我爸爸人很好 他意思说 学生没有吃饭 没有饭吃可以到我们家来 那时候有联合工专嘛 现在是联合大学 他们很多学生都会常来 有时候我爸爸看他们没有钱 会请他们吃 而且给他塞的满满的这样 他们吃饱不上课 对啊 所以我爸爸说做大一点 让学生吃个饱这样子 包好的肉丸还不能马上下锅去炸 必须先用小火慢煮 一边煮一边搅 我们要先煮熟 然后把那个放给他冷 再拿来炸 那是比较Q 比较好吃 比较Q啊 对 不是说直接就炸吗 没有 因为我们里面很多料 然后就直接炸就不好吃 也比较不容易熟 这样子 所以要一边搅 对 我们放一起 要调上菜 不然等一下它会黏在一起 所以一边煮一边搅 对对 起锅后再吹电扇冷却 晶莹剔透的肉丸冒着热气 放在一旁 限点限炸 保持最佳鲜度和Q度 吃的时候剪开厚实的肉圆皮 再淋上自制的葱辣酱 搭配肉羹汤和手工鸡卷 大清早就吸引顾客上门 中午吃饭时间一定要排队 置身在像电影场景的空间里 所以享用胡椒味更是也有风味 这个肉丸很大一颗 嗯 知道 你吃得饱吗 可以啊 一颗就饱 像我这两颗 这两三颗 那这个弟弟呢 你这样是没吃完是吧 吃太饱了 吃太饱了 一颗太大了 对 太大了 它不会饱 你实力这么差 因为真的太大了 料很多 墙上的家墓表工整漂亮 是父亲的字机 从50年前一颗五块钱开始卖 尽管木头已经发黑 汤立伦舍不得拆下来 爸爸走了十几年了 思念依旧强烈 尤其在这个父亲一手创立的店里 每个角落都有回忆 可是完全都没有动过 都没有动过 只有稍微维修 这个房子你最怀念的地方 最怀念的 还是我爸爸 爸爸一个人站这里 然后我们小萝卜头两个就是 坐在那个后面的椅子 爸爸一叫 我们赶快就要冲过去 这边专盘 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这边还可以通到那边 东西还可以从这边过去 以前的鞋生 他们没有钱 他们会吃得从那边走 吃得从那边走 对 爸爸也知道 爸爸也知道 爸爸说这是鞋生 这鞋生可能他没有钱吃饭 他又很想吃 那我爸爸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让他过来 对客人永远宽待和善的 汤爸爸做霸碗的手艺 是跟着新竹城隍庙的 老师傅学的 在自己家里改良 把薄霸碗变成大霸碗 一开始推着小摊车叫卖 丰富馅料 回源厚实的客家霸碗 卖得相当不错 客人也越来越多 后来干脆把住家改成店面 也顺利养大五个孩子 排行老四的汤立伦 原本在台中教美容 爸爸走了以后 兄长各自有工作 肉圆生意谁来做呢 一开始他也不是太情愿 我没有意识要接啊 如果那个员工就叫我说 你去土地公拜一拜 如果有圣碑就给他坐下去了 然后我去那个土地公庙 就执碑的时候就圣碑 那就没办法了 然后我哭着回来 哭着回来 应该不想接 对 因为以后就要很辛苦了 从土地公庙一路哭着跑回家 战战兢兢接下父亲 努力一辈子的肉圆店 还好 海提时代包肉丸的记忆 已久鲜明 工作很快就上手 身边还有一群死忠的老员工 鼎力帮忙 汤家的大肉圆 就在苗栗市区的老宅里 继续飘香 汤立伦说自己没有太大野心 也没想过在扩展店面 只想稳稳地守住爸爸的事业 这也是他思念 纪念最爱的父亲的方式 什么挑战 那就 对 很